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又到我们海洋爱宝贝 我们不不也吗 爱爱海影王 那么今天的节目单元呢 我们再度的邀请到 邱玉文老师到节目当中 来邱老师跟我们小朋友问声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哇很有精神 OK 那听到老师的声音 就不会想睡觉了 今天要讲一个 海里面很有活力的生物 是喔 来这个生物呢 我先来问问老师好了 老师你喜不喜欢去游泳啊 我们工作的需要 或研究的需求 我们常要到海边去 去潜水 哇潜水耶 对啊 那你在海边游泳或潜水的时候 你觉得你最怕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遇到什么 我遇到 老师先讲 老师最怕遇到的是 是那个 有那个强劲的海流 把我带出去 那种恐惧的感觉 这个是最怕的 老师曾经遇到过吗 曾经有 有一次为了要强踩 这个是 当然是不能常做的 然后因为台风要来了 可是实验没做完 所以就跟我的以前的指导 教授两个人就游出去 等到采样完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洋流跟浪变得很大 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对 所以就觉得 那时就觉得游得很惊险 回来的时候一直在 忽然就想起爸爸妈妈的疼爱 是 OK 好 但是我觉得呢 被强劲给带出去 固然是蛮可怕的 老师难道你不怕遇到那个鲨鱼吗 其实我刚刚也很想要选这个选项 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严禁案 其实不容易碰到我们说的那种 很可怕的那个 就是我们说会 大家心目中很怕的那种鲨鱼 会吃人的那一种 对对对 可是虽然说不是常常的 但是我们其实偶尔也会 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新闻说 在哪个国家的哪个海边 又有这个鲨鱼出没了 对啊 其实你看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海洋的环境 然后呢 有那么多的人跟车 每天你看出车祸的人 有多少跟被鲨鱼咬到 是多久多久才一个 其实那个例子是相当的特例跟少 很少就是了 OK 那老师这样 那好了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 我们可能会觉得 海中有这样的一个鲨鱼 会觉得很恐怖 好 那我们先来讲好了 鲨鱼呢 不管是吃人的 买吃人的 它到底呢 出没的地点 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鲨鱼 全世界大概就是250种 或者是更多种 其实鲨鱼的种类 有的书本写250种 然后呢 有的时候 其实有些最新的报告里面 写到说 可以到达到500种左右 然后他们一般分布的地方 大概就是最多的地方 都在赤道附近的 我们说热带 然后亚热带 温暖的海域里面是最多 然后在 寒带或者是温带 这个比较冷一点的地方 它的种类跟多样性 就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它会比较喜欢到 温暖的水域去 应该是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应该是温暖的水域 它分布的种类 就比较多一些 OK 这是不管吃人 或是不吃人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老师 有没有特别说 吃人的 就是比较会有攻击性的 这个鲨鱼 会特别在什么样的地区出现吗 其实我们都会说 那个在我们说 近岸的地方比较少 就是都在 就是在那个叫做 近海以外的地方 所以不会说 靠到我们海边 在细水的那种 那种海水浴场里面 会到这边来的种类 其实是相当的少的 它会不会不小心 就游到了沿岸来 对 可能就都是一些特例 才会游到沿岸来 然后造成我们说 无畏的恐慌这样 但是呢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台湾周围的 这海域 还是会可能 有吃人的鲨鱼出现 对啊 像之前就会在 有一些定制网里面 就会有一些鱼货 然后有一些鲨鱼 就游到定制网里面 然后被当作是 鱼猎物就抓进来 这样子 OK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 到海边游泳的话 老师 那我们不要提劲吊胆说 待会有这些鲨鱼 可能会出现 其实大可不用这么紧张 对 其实是不用这么紧张 OK 好 这次呢 刚我们聊到 有关就是鲨鱼 这个出没的地点 好 接下来我们 可不可以请这个 老师来告诉我们 因为其实鲨鱼呢 也算是地球的老房客了 对不对 它到底存在在 地球有多久的时间了 对 其实哦 在按照化石的 化石的一些记录里面 因为鲨鱼 它本身 我们说常看到一些 在化石的那个 网站上面在介绍 都会特别介绍 鲨鱼的牙齿 所以从这些牙齿 去用稳定同位素 去推算它过 或是它所存在的地质年代 就回推大概 有的从 说它是三亿五千万年前 或甚至 有的到五亿年前 就开始存在在地球的 这个海域里面 是 所以它是一个 很老很老的一个物种 OK 老师 鲨鱼的骨骼 是不是跟一般 我们所看到的鱼 是不一样的呢 对 我们在讲鱼 会讲有软骨鱼类 之前有讲过 那又讲有硬骨鱼类 那其实软骨鱼类就是它的身 它的骨骼并没有像硬骨鱼这样 有钙化的一个 一个 的结果 所以它是 我们说弄成软骨 弄成软骨 对 所以它的骨头就是 全身都是没有硬骨 都是软骨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软骨鱼类 所以它身上真的没有 一根硬骨头 对 没有一根硬骨头 应该最硬的 应该就牙齿吧 就是有牙齿 对 所以你要看看 光是它最硬的这个牙齿 其实大家就觉得它很恐怖了 对 硬生生的满口力 对 OK好 老师说这个鲨鱼身上 没有一根硬骨头 老师阿姨要怎么 支撑它整个身体 其实它的软骨 就足够支撑它的身体 软骨就可以了 它是有软骨的 OK 好 老师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鲨鱼 无关系 它的骨骼也好 听说它的这个 它的长 长的构造 也跟一般的鱼类不一样 再加上它的 它的脆气也没同样吗 对 它的长度是 它的长子 我们再讲那个 我们这样 我们先来讲它的长度好了 好 其实它的长度从 我们说小小的 从二三十公分的鲨鱼都有 然后有的种类可以 像我们说的金鲨 可以到达快十几公尺 对 然后甚至 有的 就是大大小小的鲨鱼的种类 大小都不一样 那我们刚刚说它 有跟吃东西的部分 我们 你看像我们开始去回忆鱼的食性这部分 我们之前讲到金鲨 金鲨它是张开大嘴巴 然后去绿食 然后经过它的筛耙去把食物过滤下来 然后呢 有一些鲨鱼是 就像我们说 我们看到会怕的那一些肉食性 我们说具有猎食性的那些鲨鱼的种类 它就是满口的利亚 然后就是去咬其他的像海豚 或者是像其他的鲫鱼 它就是会去追逐其他的鱼 甚至有的鲨鱼会去 吃底气动物里面的章鱼 甚至有的鲨鱼就整个趴在地上 然后呢 嘴巴其实不是利亚 而是像上下两块的 的旧尺 的旧尺去研磨 研磨什么东西 它们可以贝壳咬到 把贝壳咬碎 然后去吃沙子里面的这些贝类 所以我们说的鲨鱼 其实它有绿食性的 有肉食性的 甚至有底漆 底漆或者是绿食性的 等等有 其实我们说 刚刚说有这么多不同的食性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 很多其实在异品店上面 你说去海边的一些纪念品店 有的就在 或者餐厅 就在门口上面挂一个很大的 牙齿 然后其实你就仔细去看 它的牙齿 里面就好几排 外面那排是最大根的牙齿 然后里面还有小 比较小的 然后就一排一排的往外长 那其实牙齿 它是它的表皮的一个衍生物 的起源 然后这些牙齿 它一升其实都一直在长 所以它牙齿的使用机 我们说它 猎捕或是去咬贝壳 就很容易磨损断裂 可是它的牙齿就一排一排的 就像输送袋 产生新的牙齿 让它随时都有锋利 好用的牙齿 所以 这个让老师很羡慕 我也觉得很羡慕 像老师现在牙齿掉了一半 已经没有牙齿 准备要去植牙了 如果我们人类也能这样的话 那老的时候哪怕没有牙齿 啃甘蔗 啃芭辣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掌握 把握 所以小朋友还是要好好的刷牙 没有错 因为我们不是鲨鱼啦 对 OK好 这是鲨鱼很有趣的 牙齿也好 骨骼也好 老师呢 是不是跟我分析一下 它的肠子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它的肠子有的鲨鱼 为了它 为了要增加它的那种消化的面积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鱼肠子 是细细长长的 我们之前讲过湿木鱼 湿木鱼为了要消化 或是草鱼 要消化这些植物的纤维 所以它把肠子绕得很长 也是为了要增加 消化的时间跟长度 然后呢 鲨鱼它就把它的肠子变成 有的会变成螺旋形的 那等于是说像是一个 一个很宽很大的隧道 增加它的什么 消化的面积 等于是食物经过的时候 就一直在这个螺旋状里面 盘旋 回旋 然后让它延长时间 而且增加消化的面积 它需要这么延长时间吗 对 其实就是要可能就是要让它 能够完全的去吸收 这些食物里面的养分 OK好 这是有关于鲨鱼的一个 特殊的身体构造 那老师我们刚刚说到了 它生存在我们地球 也已经三亿五千年 到四亿年之间了 老师那现在到底呢 我们这个全世界的鲨鱼 多吗 多吗 其实多 其实我们说种类 科学家的研究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从我们很早 科学家在研究鲨鱼是 从形态来看 然后后来就开始 又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用DNA的方法去 找到那些很近视 看起来都很像的种类 其实它是不同种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很多书本里面写的 大概就两百五三百 可是大概 比较新的报告里面出来 大概可能会有 到达五百种的鲨鱼 五百种 对 它种类很多 对 可是种类有这么多 但是呢 因为鲨鱼 它在我们的环境里 在我们的那个海里面 其实以前是很少人在吃的 可能做到鲨鱼 因为肉质不好 就拿来做鱼丸 那顶多因为华人的世界里面 会有那个吃鱼吃的习惯 对 所以就会去割它的鱼翅来吃 那反而 因为那个鱼翅 现在数量 因为使用 因为华人的世界 开始变得有富有了 所以就消费量就越来越大 然后就反而造成 我们刚刚说种类虽然是多 可是呢 其实它的数量 海里面的族群数量 已经下降到非常的危险 OK 老师那下降的话 是不是跟它的这个繁殖的方式 会有关系呢 它繁殖的方式是 什么样的 其实 我们来这里分两个 等一下分两段来讲 它的下降跟繁殖的方式 其实它以前就是这样繁殖 但是它没有下降 主要下降就是因为人的 捕捞过度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然后它的繁殖的方式 它就是以我们之前讲的 生活在繁殖有分软生 然后呢 有分软胎生 或者是胎生 对 然后呢 鲨鱼它大部分都是 就是它的软生 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在海边 在渔港 就会看到有一些底托上的东西 老师以前都觉得 很喜欢捡 那个鲨鱼的软翘 一整片就像是一个树叶一样 那薄薄的 阳光照 透明的咖啡色 然后里面还有一颗软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那个软旁边 会有一个鲨鱼的 黑牌 对 然后呢 那个是软生的样子 然后呢 有的是软胎生 软胎生的就是 它会把它软放在肚子里面 变成小鲨鱼之后 才把它放出来 但是呢 不管它是软生或胎生的 它们残软的数量都非常的少 然后呢 可是个体都比较怎样 比较大 大一点 所以它是用那种 那个叫做金兵政 金兵 对 金兵策略 我们上次有说到了 对 我们就是希望它 好好的生 营养给你多一点 那你一次就要给我长大 而不会像说 海胆 或者是凡车鱼 它生个洗一个蛋 结果没有一两只 活得下来 没错 这就是所谓的金兵政策 对 就是金兵政策 好 这就是鲨鱼的一个 繁殖的一个方式 对 那老师 刚我们有说到这个 鲨鱼旗 其实政府也一直在宣导说 这个鱼旗跟鱼身 要不能分离 OK 就是不能分离 那说到的就是鲨鱼 当然我们知道了 鱼翅 大家要吃这个山鱼 都吃鱼翅 OK 我们这次来讲一下 鲨鱼身上上上下下 到底有哪些 我们可以利用的 好 其实我们在吃鲨鱼以前 其实对于那种鲨鱼的利用 因为我们的鱼民本来就是比较勤俭 然后或是我们一趟鱼船出去 有东西抓到 既然是鱼货就会把它带回来 所以 其实早期我们的鲨鱼抓进来 大概都是疹子都抓进来 但是呢 有一些国家他会因为 他的可能船的冷冻设备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抓到鱼骑 抓到鲨鱼之后 他们就把它最贵的地方 骑全部都割下来 然后其他的身体就推回去 那其实这个样子是非常浪费海洋支援的 你既然抓到了 你就不要再把 你就应该要整个抓回来 所以我们才会去推动 所谓的那个鱼骑 鱼骑跟鱼身 对 要一起就带回来 那其实 在这个整个 整只鱼 除了我们说鲨鱼 我们现在不是鼓励大家去吃鱼翅 鲨鱼的鱼骑可以吃 鱼肉其实我们在说鲨鱼烟 有啊 对啊对啊 也很好吃啊 好吃好吃 然后再来呢 其实整个鲨鱼 整个在人类的使用上面 鱼皮 以前真的 因为它的鱼的 鲨鱼皮比较特别 我们说鲤鱼是圆鳞 然后有的鱼的鳞是有 下面有短翅 然后我们就把它叫做节鳞 然后呢 像鲨鱼的翅非常的 的鱼非常的细 我们把它叫做盾鱼 盾鱼 然后在显微镜下面看 它这整个鱼皮就像是 你如果去摸真的是沙沙的 所以以前真的鲨鱼皮 会被拿来当做 就是加 磨光之用 所以它算是很坚固是不是 对很坚固 它就可以当做沙子来磨 沙子哦 沙子那种 对 然后呢 甚至日本以前那个五四刀 五四刀那个刀饼上面 它会用鲨鱼皮去包裹 然后可以增加它的摩擦 是 才不会那个本来要演那个武打片 滑掉了 一滑掉变成是搞笑片 然后其实像鲨鱼的油 以前还曾经用 之前啦 那个鱼的油为了要让木头防 船为了要防火 还可以用鱼的 鲨鱼的油去浸泡 然后后来就发现 当然是越来越精致 好 那鲨鱼的利用就越来就越精致了 比如说就科学家就在鲨鱼的 鱼油里面找到一种成分 叫做沙烯 然后这个沙烯 烯那个字是 那个乙烯那个烯字 然后那个沙烯 它是一个很好的抗冻剂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加在汽油里面 然后呢 让它就会在比较极地 寒冷的地方的那些 不管是飞机 或者是汽车 然后呢 加在汽油里面可以当做抗冻剂 才不会因为天气太冷 而有没有 而产生那个基建的运作的故障 所以 其实沙烯这个在做到医美上面 它就可以做很好的 那个保养品的那种保湿 哇连保湿都可以用 对也保湿都可以用 所以其实 在很多的应用上面 包括保养品 或者是医美用品的话 其实鲨鱼 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保健食品 像鲨鱼的软骨素 它也都是由鲨鱼的身体里面去 体质里面去 提炼出来的这一些用品 所以其实鲨鱼 是一个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海洋生物 然后反而我们都 一直把它当作是 只是想着鱼刺啊 对 只是想着鱼刺 或者老师不得不要替鲨鱼申冤的 OK 老师其实记得 大概在民国六十几年那个时候 老师国小那个时候 有一个电影 红片全世界叫做 大白鲨 然后那个大白鲨还有出了好几 好几集 然后呢 他就把鲨鱼讲得很坏 很恐怖 对他就等于是 好像是有人去钓了鲨鱼的妈妈 然后呢 眼睁睁那个鲨鱼妈妈 被钓到鱼船上面去之后 开堂博物 然后呢 就小鲨鱼就流出来 然后大鲨鱼 公鲨鱼在旁边看得很 很怨恨 其实这个都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因为 拟人化了 拟人化了 然后鲨鱼就充满了仇恨 就开始去追杀 这条船上的 可是这个电影的结果呢 当然是大家就开始认识 原来鲨鱼很凶狠 可是相对的也对他来讲 就变成是一项 很大的恶意重伤 所以大家后来觉得 我们在觉得说 我们要推鲨鱼保育的时候 都还要跟人家讲 其实鲨鱼并不见得 每种鲨鱼都会咬人 如果说鲨鱼会咬人 那不如去想想在路上 那个我们说红鸡 红鸡去伤害人的 那些人数量反而还比较多一点 对嘛 你看那个大公鲜 对啊 可是他就被我们这样 一直赶尽杀绝 没有错 OK 那刚老师也说到了 这个鲨鱼 老师说鲨鱼如果会攻击人 老师跟他嗜血如命 到底无关吗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有闻到 那个血腥的味道 他才会来吗 对其实 他的嗅觉是非常的敏锐 所以他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就闻到有血腥味 那我们说他嗜血如命是 其实鲨鱼会有一种 群体攻击的腥味 等于说当他在捕食的时候 然后他闻到有血腥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整群鲨鱼一起集体捕食会让他产生加成的 我们说那种加成的吹动的感觉 就会让他群体更疯狂的去攻击 所以我们才会说他那种嗜血如命 就是有血 他就会开始更加的去强化他的捕食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现象 所以他也不见得是那种 有血的时候就会 应该说不见得是那种主动攻击 而是因为有血在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在这个吹动的反应之下 让他们变成有很强的攻击性 OK 所以基本上他的嗅觉是非常好的 对 他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而且呢 就算是呢 这个流血的 受伤的是他们的同伴 他也同样去攻击 对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就是 一句成语讲得很好 就杀红了眼 OK 他等于是已经开始开咬了 他就不问 我们说就不通青红照白的就开始看 不管你是不是同类这样子 对对对 好 所以他嗅觉很好 老师他的听觉不好 眼力也很差吗 其实他的眼力 其实他也可以分辨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他的眼力 其实是他的视觉其实也不错 然后呢 他的听觉因为他也是会用 会用他的身体用侧线 然后去感应身体周遭的水波的振动 然后甚至他还会有一些感应电磁波的一些能量 所以人家说他有第六感 对 其实很多动物都会有第六感 因为我们人是用 搞不好那个动物也会觉得人好像有第六感 因为彼此之间对那种认知 有啊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有第六感 真的吗 对所以他是会用去感觉旁边的磁场 或是去感觉很远很远的 嗅到很远很远的味道 或是感应到周边的振动 其实这个都是鲨鱼他维持他在做海中霸主 而且一年不倒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视觉 其实也不是说很远啦 对不对 其实视觉不见得是不好 不见得是不好 OK 所以我们聊到了这个他的嗅觉 不错 视觉老师也说其实也没改双啦 那听觉的部分 听觉就是我们说的 刚就是他会感应周边的振动 就是感应的部分 对 也是会有 好 OK 这是我们聊到的有关于这个鲨鱼呢 比较这个特殊的一个感官的一个经验 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感官 是不是让他在海域当中有比较多的优势 对啊 其实他我们刚刚有讲到 那个鲨鱼他从五亿四亿三亿年前 就已经存在在地球 而且维持这样的一个外形 跟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特质 就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其实是因为有这些 非常适合在海洋里面 达到他觅食成长繁殖的 这样子的目的的一个体型跟体质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整体的设计是不错的 OK 这就今天呢 我们在单元当中聊到的海中的恶霸 其实我实在很没想到下这个标啦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凶猛 也没有每个人都很 没有每一只都很恶霸 这样子 他也没有嗜血如命啦 对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请邱老师真的是一一澄清了 对 对不对 OK 那老师最后是不是再请 在帮这个鲨鱼呢 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结论好不好 对 其实鲨鱼 很多的种类 鲨鱼它已经在海里面 已经也是所谓的冰约的物种 然后呢 而且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或者我们的宴客的习惯 都会想要吃宴会上面 会有一个 一个叫鱼吃大餐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呼吁大家 不见得要吃鱼吃 那反而呢 这个鱼 因为你要为了要吃这个鱼吃 可能会造成很多 很多海里面的鲨鱼 会加速它灭绝的一个速度 然后而且鲨鱼 它在食物链是最顶端的 我们就说 它就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捕坏 所以只要它在这边镇压的话 这边社会上就不会有 各式各样的小偷 不会有特别一个种类 变成是优势的种类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 维持生态品能的一个 很好的带头大哥 所以我们如果好的保育它 其实可以更加稳定 我们的海洋生态系 OK 所以我都觉得说 好吧 如果我们说鲨鱼是海中的恶霸 那我倒觉得 应该说它吹起很厉害 对 对不对 如果真的要勉强说它是恶霸的话 就是说 这一口尖锐的牙齿 这个猎物被它咬住 一定就是一命呜呼哀哉了 对 我们反而可以说它 不要说恶霸 换一个字 它就叫海中的震报部队 好像还不错 海中的捕快好不好 对 海中的捕快 这也不错 OK 我们今天再度谢谢龙秋老师 来跟我们聊到有关于鲨鱼 谢谢秋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小朋友 OK 别忘了下礼拜同时 见我们公众再会了 拜拜 好 拜拜